县议员吴建志在咨询时提出 滑动有许多可创造经济效益的先天条件 县府却没有明确的程序发展策略和方向 针对六代一路 期盼县府要继续推动并有积极作为 另外也提到青年面临银行贷款的难处 期盼县府能够以一条龙的方式 协助青年从就业创业到居住 有更实惠的补贴 县议员吴建志则针对六代一路 向地震处、行严处、建设处、观光处提出质询 六代是自然生态保育带、东海岸观光带 都市发展中心带、产业居住带、教育科技带 观光休闲农业带 一路易子树花高速公路衔接花东高速公路 要求县府针对六代一路 要有更积极的实际作为与策略方向 我提出的这个六代一路的方向 希望能够持续的推动 那县府希望能够有更积极的一个作为 那把它拟定出来这个县政的一个总方向 不要落到最后的 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国土计划的部分 会搞到变成国土计划 如果是这个国土计划的部分 会跟其他的计划会重叠 那所以希望花蓮这一块完整的土地 能够善于的来做多加的利用跟规划 去银行中贷款 然后都不见得贷得到 那青年贷款顾名思义就是要帮助年轻人 他还要加拿他实际的拿出一些房产来做抵押 那其实就失去了这个青年贷款的这个意义 那希望我们县政府也是做这个 希望能够有做这个一条龙式的一个方案 能够让我们这个从青年从开始 从就业开始一直到居住 甚至于到我们所有的一个居住 从我们的这个居住的部分 然后有一些这个辞职的补贴 那再来就是创业的贷款 有一些帮忙跟补贴这样 吴建志也提到 针对青年面临银行贷款所遇到的贷款难题 县府应该是要帮助年轻人 而不是加重青年负担 期盼县府以一条龙方式 让青年从就业创业到居住 有更实质以及优惠的补贴 他也提到针对捕风事件 县府各局处应该协力解决 不应只是由农业处来承担解释 县府应该要让百姓事宜尽到责任 记得长邦彦华联士报导 看下了